画面中的表格 整理出我们在上个单元中 学到二元一次方程组解的形式判定方法 如果我们已判断出 这个方程组恰有一组解 则可以使用国中已学过的 代入消去法或加减消去法 等方法来找出这组解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将利用行列式推导出 另一种也能找出这一组解的方法 克拉玛公式 给定二元一次方程组 我们定义希腊字母大写delta 为方程组X与Y的相对系数 所形成的行列式值 我们将delta中的X的系数A1、A2 分别以等号右边的常数C1、C2取代之 形成新的行列式值 即做deltaX 类似的 我们将delta中Y的系数B1、B2 分别以等号右边的常数C1、C2取代之 形成新的行列式值 即做deltaY 若delta不等于0 则此方程组有微解X与Y 首先观察deltaX 我们运用行列式运算性值 将第一行的C1与C2分别替换成 A1X加B1Y与A2X加B2Y 再将第二行乘以括号-Y加到第一行 再把第一行共同的X提出去 最后得到X倍的delta 接着观察deltaY 我们使用类似的操作 将第二行的C1与C2分别替换成 A1X加B1Y与A2X加B2Y 再将第一行乘以括号-X加到第二行 再把第一行共同的Y提出去 最后得到Y倍的delta 因为delta非0 所以得到了X等于delta分之deltaX Y等于delta分之deltaY 现在我们将刚刚推导出来的结果 做个整理 事实上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公式 用来直接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当delta不等于0时 表示方程组恰有一组解X与Y delta代表解的分母 而deltaX与deltaY则分别代表X与Y的分子 克拉玛公式是由瑞士数学家克拉玛所提出 只要由方程组的系数 就能决定方程组的解 并使用精简的符号来表示值 这样的表示方法看起来相当精简又好记呢 现在我们来试着用刚学到的克拉玛公式 求方程组的解 首先我们来计算delta之值 delta等于7乘以13 减11乘以10 等于负19 因为delta不等于0 所以方程组恰有一组解 由deltaX与deltaY经计算后 分别得到负38与19 最后由克拉玛公式得到X等于2 Y等于负1 代表在平面上 两直线恰交于1点2负1 请按下暂停 试着完成这个小测验 在这个单元中 我们学会了利用delta不等于0 判断二元一次方程组恰有一组解 并使用克拉玛公式求解 这与国中时学过的代入消去法 加减消去法 你比较喜欢哪个方法 理由又是什么 若delta等于0 则deltaX deltaY与方程式的解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曾经遇过更复杂一点的 三元一次方程组吗 你有什么样的策略与方法进行求解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 留下你的想法来跟大家分享 学会克拉玛公式后 我们将在下一个单元 介绍三元一次方程组的求解方法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